坐落于南加州帕萨迪娜的厨师学校日前举行了开幕仪式 宣告学校正式开启运营 帕萨迪娜市市长Terry Tornet,学校负责人何梅 学校首席运营官Ali Gonzalez,主厨Dustin Chang 美国中华艺术公馆长鲁安等共同为学校开幕剪彩 帕萨迪娜市市长表示,非常高兴看到帕萨迪娜市厨师学校迎来新的主人 并将帕萨迪娜市的餐饮产业和文化教育产业完美结合 我们有超过650餐厨在 Pasadena 这就是在每个月的餐厨是最大的餐厨的餐厨 所以所有食用的食物和这些餐厨的食物都变成了 我们的城市是一个中心的中心 所以我们很享受到这些新的能力和投资 在这些餐厨的食物都变成了 我们也肯定会很成功 据Pasadena市厨师学校首席运营官Ali Gonzalez介绍 他们的教学理念是将现代厨艺概念与古典烹饪方式相结合 注重中西方美食文化的融合和教会 两个校区都提供美国国家认证的烹饪技术 烘培和糕点专业课程涵盖了众多美食 据介绍 Pasadena厨师学校于1999年成立于洛杉矶卡尔佛城艺术区 并于2017年6月在Pasadena市增开了旗舰店和新校区 厨师学校兼有教学、餐馆、活动场地租赁等各种服务 学校在宣传教学东西方美食文化的同时 也可为本地的各种商业活动提供多项服务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杭蒂洛杉矶报道